12年国教明年上路 这个攸关台湾未来竞争力的新升学制度 全国15个招生区有15套的游戏规则 不但复杂到许多老师还不太懂 而且仔细研究当中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从今天起中视新闻连续5天要带您一起来体检12年国教 首先来关心的是 免试升学的超额比序 竟然连体势能都是采集的项目之一 周末早上8点钟不到 彰化大志国小挤满了国二生 为了12年国教要采集体势能而前来检测 女生要跑800公尺 男生要跑1600 跑到一半开始有人用走的 如果平常是考生比较没有在那种运动的话 可能在1600呢 就对于他的那个体力会比较稍微负荷量会比较大 平常没时间运动 检测只是为了成绩为了分数 以彰化为例 14000多名国二生只有7分之一完成检测 其中3分之一拿到满分6分 不满意可以一测再测 我觉得他增加了我们的负担 我们学生在课业上面的压力 我觉得已经有点重了 让我们运动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你把运动当作一个比序的内容 我觉得需要做更改 成绩不好的同学就有另一个管道 让他有升学的机会 测体是能鼓励运动 但有比较就有压力 免试入学根本不是免试 反而是什么都要比 比的更多比的更广 而且一国好多志 全国15个招生区 有11个区 33万名学子要比体势能 这些学生跟家长不禁要问 跳得远跑得快 跟免试升学究竟入学 到底有什么关联